嗨大家好,我是庄文艺的RB青年笔心 今天跟大家聊经典日剧《无家可归的小孩》最后一部分剧情 故事是这样子的 不知郁佳平凡的对片导进行敲诈 甚至变本加厉的逼他卖假话 这样片导苦不堪言 他用酒精麻痹自己 张子将喝醉的片导搀扶回家 酒这东西能消愁也能乱性 温香软玉涌入怀中 少女的心香像是催化剂 生理本能寄予了情感的界限 于是我妈就让我去倒水了 但小林看到了这一幕 他悄悄地退入房间露出老母亲般的微笑 片导这家伙还挺有一套的嘛 可他绝技想不到 这番爱情就是片导悲剧的开始 片导卖假话的事情很快暴露 贵妇提出用她年轻的身体作为赔偿 片导无奈地妥协了 而非常时分以及极其苟邪的是 这位贵妇人竟然是张子的母亲栗子 这母女俩的审美倒是一脉相承 可毕竟不能各论各的 妻夫和女婿二者不可兼得 栗子当然不肯同意这门亲事 但张子宁可断绝母女关系 也要和片导在一起 栗子为此焦头烂额 而物质却跑来出谋划策 又是故碰瓷公司的人去胡搅蛮缠 又是哄片导用借来的高利贷去赌马 他一边从栗子这边收取高额报酬 一边继续敲诈片导 还怂恿片导千万不能放弃张子 片导被压得喘不过气 原本温文尔雅的他 一步一步向深渊卖情 小偷家族的兄弟姐妹将老婆婆留下来的钱 全部给小玲当手术费 可这依然不够 医术高明的无证医生黑旗 狮子大开口 索要高达能买下一所学校的费用 小玲的话得了奖 可是得知没有奖金后的他并不开心 他沮丧地将话丢掉 却被一名西装隔离的中年男士捡到 这名男子叫大平 是著名的画师兼评论家 他看到小玲在绘画上的高超天赋 慷慨地收留了小玲 女佣用豪华轿车送小玲去学校 曾经以欺负小玲为了的同学们 突然就良心发现 开始围在小玲身边各种献殷勤 可是小玲在豪门的日子 却并不是那么开心 女佣一条对大平一往情深 小玲的出现让她感到深深的威胁 她阳奉阴违想尽各种办法 虐待小玲 试图将小玲逼走 而这一切终于被大平识破 愤怒的大平赶走了一条 一条不断重复着 如果没有小玲 这句话 失魂落魄的消失在雨夜中 小玲在街头遇到了一个卖关东主的男孩 这个男孩叫淳 令人惊讶的是 淳跟死去的表哥公招长得一模一样 世界上不会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但我们却总会爱上相似的人 淳的出现让小玲得到一丝慰藉 两个命运上弱的孩子很快成为好朋友 大平愿意为小玲提供母亲的手术费 条件是小玲成为她的女儿 因为她的亲生女儿去世了 她希望能够独占小玲 可是小玲不愿意 接下面具的大平彻底疯狂 她将小玲囚禁起来 甚至威胁说要将她做成标本 永远留在她身边 关键时刻 隆隆再次展现了身为男主角应有的担当 她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将写有救命的钞票送到了淳的手上 淳前来搭救小玲 而女佣一条也出现了 她挥舞着刀指向小玲 然后突然冲上楼去 刺入大平的胸旁 妄图将小玲据为己有的大平 最终死在了保有相似想法的一条手上 临终前 大平告诉小玲 这辈子她只见过两个人真正拥有绘画天赋 一个是小玲 而另一个就是物质 黑奇医生答应给养子动手术 但是养子是罕见的稀有血型 唯一适配的人只有小玲 但对于年仅12岁的小玲来说 献血意味着她很可能献出生命 这是一道以命换命的难题 但小玲很快就做出决定 黑奇医生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她不明白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躺在手术台上的小玲平静地给出答案 死んでも またいつか生まれ変われるって聞いたことあるけど 本当かな 本当だったら 私はまたお母さんの子供になりたいな それで お母さんと一緒に いろんなとこに遊びに行くな でも 私悪いこといっぱいしちゃったから 地獄に落ちて 生まれ変わるなんてこと 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ね 先生 ん? ここまでする意味って聞いたよね ああ お母さんは 私を愛してくれたから 悪ガキの私を だから その恩返しなの 幸福になってね お母さん もう目を閉じるんだ お母さん 私を産んでくれて ありがとう 手術成功了 小玲也保住了性命 生活似乎像好的方面开始发展 但命運之神总喜欢恶作剧 当你感觉一切慢慢变好的时候 厄运又如期而至的给你打击 纯的父亲死了 生母将纯带回了美国 無家可归的小玲来到片岛家寄宿 小玲知晓了片岛不为人知的过往 也知道物质一直用这件事情威胁着片岛 小玲气愤地找到物质 物质却满不在乎 她说 如果小玲的母亲不工作养她 她仍会继续敲诈片岛 她关上车门离去 小玲在后面拼命地追赶 一辆卡车呼啸而过 于是小玲倒下了 物质将小玲送到医院 杨子哭着求医生给小玲进行手术 医生告诉杨子 小玲是稀有血型 杨子这才知道 根本没有献血的好心人 是瘦弱的小玲一直在替她负重前行 杨子做出了和小玲相同的选择 临死前她握着物质的手 道出了真相 当年的物质是个郁郁不得知的画家 杨子因为不想拿掉肚子里孕育的小生命 所以她选择离开了物质 而小玲是物质的亲身骨肉 那份继承自父亲的绘画天赋 就是最好的证据 杨子死了 物质终于崩溃了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玲 小玲还是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她流着泪 狠狠地垂打物质 物质面无表情 一切已经于事无补 骗导在张子的相亲会上 坦白了跟栗子的不伦关系 在争执中 母亲栗子不慎掉下楼梯摔死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张子近乎崩溃 而骗导却因此上位 她和张子结婚 继承了公司的巨大财富 她现在是董事长了 那个曾经温柔谦逊的骗导老师 再也回不去了 可是横跟在骗导面前的 还有一道阻碍 如果被发现她不堪的过往 她的董事长位置就坐不安稳 她必须除掉物质 可此时的物质却想痛改前非 她在清洁公司找了一份工作 还租了公寓想重新出发 她没有把威胁骗导的事情 说给任何人听 还起身将钱还给骗导 可是钢刀却突兀地刺穿她的身体 看着匆匆赶来的小林 物质绝望地伸出手 这一次她真的很想抓住什么 可是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小林想成全骗导 好不容易拥有的幸福 她捡起刀 报警 替骗导 承担了全部罪责 小林从妈妈的遗书中得知 物质是她的亲生父亲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骗导 但她说她不恨老师 骗导很感动 也很愧疚 她说一定会救小林出去 还带来了小林她最爱吃的尖蛋 可是却被同牢房的室友抢走 于是三个室友中毒了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敢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小林很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骗导的结婚典礼上 她试图唤醒那个纯粮的骗导老师 可她已经彻底回不去了 小林和张子将对话录了音 骗导想抢夺录音带 她像恶魔一样卡住张子的脖子 而龙龙又一次及时出现 骗导在慌乱中坠下楼去 死前的最后一刻 她脑海中浮现出了父亲和母亲 她有钱了 父亲的公司有救了 他们三个人又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永远幸福 贫穷会很可怕 剧中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 一块简单的白布盖在适者脸上 纯说父亲原本就不希望死的时候还拖拖拉拉 也许这样会比较好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15年有一篇世上最悲伤读文 一位四川大凉山的小姑娘 写下这么一段话 饭做好 去叫妈妈 妈妈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能世界上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文字 但我真的希望这样的文字不要有人再写出来了 这部剧用灵异的鲜血给我们展现了人性被金钱压抑的社会有多黑暗 也探讨了人在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保持本性不变有多难 而这条线是通过骗导老师和小林共同体现的 骗导曾对小林说出别人腐败难道你也要腐败的批判 也曾经说他爱的是一无所有的张子 可是最后却在金钱和欲望中迷失 小林一开始就说同情我就给我钱 却最终面对黑话的骗导发出质问 为了钱就非要出卖良心吗 人究竟是怎样变坏的呢 因为金钱吗 可是挣钱本身是没有罪的呀 我相信每个出入社会的人都怀扫着温情与希望 挣钱是为了让身边的人更加幸福 可社会这个大熔炉太过复杂 利益的纠割人性的矛盾 而挣扎的现实更是逐渐混淆我们对金钱的定义 从有钱可以让生活更幸福 理解成了有钱就等同于幸福 然后逐渐走进金钱的牢笼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或许小林她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信念 寄托的是千帆立进人能洗尽千华的美好奇迹 剧中的结局小林依旧无家可归 她和隆隆四处流浪捡别人丢掉的食物冲击 面对路人异样的眼光 她再次说出那句名言 同情的话就给我钱 一切似乎都没什么改变 但有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并不意味着要去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自己被这个世界改变 那这部剧我们就聊到这吧 我是壮文艺的RB青年笔心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